请你期待 好 感谢我们的男嘉宾 来 二位请刘布 请刘布 朋友们 我们刚才听到了一个声音 非常的响亮 你们爱谁啊 哇 春春 那我也知道呢 其实李宇春是我们好多好多年轻朋友们的 一个时尚风向标 大家说是不是啊 那其实做一个时尚风向标 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那春春是怎么来理解自己心目当中的时尚的 我觉得时尚就是一种创新 追求创新的态度 因为穿什么 流行什么 都是 都是什么 都是很多人在一起 这样这样促成的一件事情 但是要怎么样引领时尚 我觉得还是要追求创新 好 创新两个字很关键 是 有 春春帮我喊一声 有 我觉得顺利自然吧 然后 二位的表现和那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给我们广大青年的朋友们 做出了一个榜样 在这里呢 我们衷心地邀请二位 有时间的话 多多和我们北京电视台青少频道的 一些年轻的朋友们 多多进行交流 好不好 好 再一次要恭喜二位 谢谢 谢谢二位的努力表现 谢谢 其实是一直没有盯到这个角色 那就有一次就有一个剧组的工作人员说 他很喜欢一个歌手叫李宇春 他跟那个戏里面的角色非常的像 就要我们看一下他的舞台的表演 所以我们就约了他谈了一次这样 中国影响2009年度影响力 时尚明星之年度电影新人奖 掌声有请获奖人 李宇春 有请我们的班展嘉宾许总 为我们的获奖人颁发奖品 好 谢谢 谢谢 再次恭喜 哇 我真的是接触到了 什么叫做明星的人气啊 你们能不能再叫一次这样的一个名字 李宇春 好 谢谢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李宇春可以获得这样的一个奖项了 当之无愧啊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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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梦梦为你头脑转不停 我借了散步偷偷穿高级 冷暖叹息 倾听倾听 同时期 就像在一起 我偏爱风浪铭格的热情 你轻轻微夜那古典钢琴 不曾相遇 未曾休息 深呼吸 你会在哪里 秒针转动滴滴答 小小时差滴滴答 火灶茶月光洒在你 跳出吧 平行的花滴滴答 即使叫着滴滴答 下个路口在肩膀 秒针转动滴滴答 小小时差滴滴答 火灶茶月光洒在你头了 平行的花滴滴答 即使叫着滴滴答 下个路口再见吧 小时差滴答